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郑 今天讲的故事叫 九号秘诗之 账单迷局 一家几箱打烊的餐厅 餐厅内只剩下一桌客人 左边的叫阿琪 中间的叫胖胖 右边的叫凯文 他们今天打羽毛球的时候 认识了克雷格 四人相谈圣欢 一起到餐厅共进晚餐 服务员金发妹递来了账单 克雷格刚要买单 凯文就提议A一致 并准备好自己那份钱 他的行为惹得胖胖一阵吐槽 胖胖前起凯文抠门 打算自己来买单 阿琪不乐意了 他称上次是胖胖买单 这次应该轮到自己 两人饮水来买单的事发生争吵 克雷格看不下去 躲过账单 斩金截帖地说 这顿我来请 没得商量 凯文立马说 好啊好啊 阿琪和胖胖见此 齐齐围攻凯文 嘲讽他一毛不拔 凯文句里力争 白手道 我说了要付自己那份钱 金发妹拿着刷卡期走了过来 胖胖躲过账单 还是要自己来买单 阿琪不同意 随时刷卡期的打印纸用完了 刷不了卡 金发妹转身去拿打印纸 胖胖就对阿琪说 我已经看穿你的把戏 你是想请这一顿便宜的 下一顿换加价格翻倍的餐厅 让我来请对不对 阿琪既无语又愤怒 又和胖胖吵了起来 正吵得不可开交 凯文来了一句 要不你们军摊吧 这句话引起了两人的不满 阿琪和胖胖觉得 就算要军摊 也应该是三人一起军摊 两人批评凯文 说他铁空机 手财奴 口口嗖嗖 三人越吵火气越大 就在快要大打出手的时候 金发妹拿着装好打印纸的刷卡期走了过来 阿琪胖胖克雷格将信用卡递到金发妹身前 争着要付钱 就在这时 凯文语出惊人 一脸心痛地表示自己来付全款 三人文言被惊到了 但也未出声阻止他 凯文看了看账单上的消费金额 会由盗吸一口凉气 他拿出一张半价优惠券 金发妹看过后 遗憾地告诉他 优惠券已过期 无法使用 凯文急了 倒出小钱包里的所有钢棒 东凑西凑 总算凑够了餐费 当要付钱 账单就被阿琪和胖胖先后夺走 两人又开始为了请客 吵到脸红脖子粗 克雷格无法理解 不过就几百块而已 他躲过账单 把信用卡递给金发妹 大方的让他再刷25%作为他的小费 然后举起酒杯 和大家干一杯 不料金发妹告诉他 这张信用卡用不了 让他重新换一张 克雷格有些尴尬 他身上就带了这一张信用卡 阿琪想帮克雷格解围 克雷格却说不用 他打电话给自家的保姆 叫他到自己的房间 打开床头柜的抽屉 里面有张信用卡 报一下卡号给自己 谁承想胖胖抢过克雷格的手机 挂断了电话 强硬地表示 我来付钱 阿琪欲言又止 终于说出自己坚持要买单的真相 原来他得了脑瘤 最多只能活三个月 所以才想请大家吃最后一顿饭 听着阿琪的肺腑之言 胖胖伤心地走到一边 在阿琪的恳求下 凯文和克雷格都同意 由他来买单 阿琪到了生谢 刚又拿过账单 胖胖就走过来 过口大骂阿琪是骗子 胖胖刚刚打电话给他妻子 结果他妻子根本不知道 他得了脑瘤的事 胖胖难以理解阿琪的脑回路 竟然为了买单而偏造谎言 阿琪恼羞成怒 和胖胖爆发激烈争吵 克雷格忍无可认 痛骂两人吃顿饭还要摆骨 简直荒谬至极 三人为了争抢账单开始动手动脚 海文联盟上前拉架 试图拿走账单 让他们恢复冷静 就在这时 金发妹大声警告四人 让他们赶紧住手 不然就报警了 金发妹接着说 餐厅要打烊了 这顿饭经理同意免单 但胖胖不同意免单 表示今天这顿饭必须结账 他非要和阿琪争个胜负 看看到底有谁来买单 胖胖走到厨房 拿了把锋利的菜刀 和阿琪玩起了刀叉指缝间 每人十个来回 谁的速度快 谁来买单 胖胖先来 他发挥的很稳定 十个来回只用了23秒 轮到阿琪 他为了赢 速度不断加快 把手指插出好几道口子 克雷格连忙握住阿琪的手 试图抢走他手上的菜刀 结果用力过度 菜刀往前一挥 割破了金发妹的喉咙 这下子事情大发了 凯文慌张的想要报警 却被阿琪阻止了 他擦掉菜刀上的血迹 走到一边打电话 胖胖查看金发妹的情况 发现他已经死了 胖胖用毛巾盖住金发妹的脸 随后告诉克雷格和凯文 等会儿警察来后 一定要捅一口径 把责任全部推到阿琪身上 话还没说完 阿琪就走过来说 事情解决好了 我认识一些灰色行业的人 等会儿他们会来处理 我们只需要消失就行 三人以惑不已 阿琪一边跑去关门锁门 一边盯住他们 要处理掉身上的衣服 克雷格问起处理费是多少 阿琪说要20万 他提议私人均摊 每人出5万 凯文不同意 表示自己没钱 而且也不是他的责任 三人又开始吵吵吵 克雷格没共搭理他们 他打电话给保姆 叫他去自己的房间 打开右手边的衣柜 从里面的保险箱 取出20万现金送到餐厅 他边说边来回躲步 不小心踩到金发妹的手 金发妹竟然尖叫出声 蹦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骗局 胖胖 阿琪 凯文 金发妹是一伙的 他们合伙骗克雷格的钱 没想到最后关头功亏一亏 事已至此 四人私下伪装 逼迫克雷格就范 克雷格想逃走 可惜餐厅的大门早就被阿琪锁死了 故事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 拜拜